好 继续下来第八场 另一场的国际三级赛 1000米的 跑这个洋子京短途锦标 好状态的马就有2357都见得挺漂亮的 配备转变就没有了 好 先看这一只标志智能 上次的名次就叫接近一点的 它也翻了重化粗 但是确实都觉得它今季阴了 它跟以往的感觉有点不同 好 接着看一只聚赛 它也曾经翻过去重化 操练了一点 11月26至28日休息一休息 毕竟它也是一只赢完一千 转千二而跑得好 输给标志未来的马 这只好眼光今年都很厉害 三win 赢了又一场 又一场 越赢越好分 跳过它也相当爽神 这只马真是正好 斬瓜切赛跳过 接着澳游战士 很奇怪 澳游战士上一次是跟什么马跑 你看看现在跑国际三级赛 其实马是仰得挺好的 但是你也要知道年纪大了 人家的那些马 年轻人正在上 是啊 你看这只八千丝上次的姿态 真是厉害得不得了 看看它试集先 旁边就很眼光了 也都是场地有些变化的当日试集 所以大家都拿了自己的跑线 大家不要吃泥 中间的蓝三 祖红帽那只八千丝 相当轻松的 赢了那只玉树林峰就跑了 埋南就胜利多多也跑了 好眼光顺着跟 没有骑的 顺势回来 还有这样的地 不要搞那么多了 顺势 但是我觉得这八千丝 你可以看回它这次赛前几货 有些不同的人操过 这些马是比以往修炼了一些 是到最后这一货 又转回之前的助手跳 可能有时马那天兴奋一些 那就会这样 接着就跳出世界 后面三条沙马 落浩三条沙 它是喜欢竖起尾的 现在这只马去到中年 神操非常立落 一点都不起眼 我经常都觉得欠个眼罩 欠个眼罩 暖在理心 现在都会换脚那样东西 以前真的 迫都不换 这些你看到它跟以前不同了 那是不是因为这样 而拿到好成绩 见仁见智 但是上一次就兜了一个大弯来跑 今早有多特别 潘明辉就操暖在理心 结果就冒险东跑 冒险东操全城 但是全城就去冒险东跑了7号 那两只马状态都不错 好了 来到第八场 就国际三级赛 这一组其实都 几多好状态的马 混习在一起 其实二号的聚财 我自己都有一点心大心小 到底三只手指好 还是两只手指好 我当然知道它健康有点隐忧 粗烈有点凹 但是复科 其实我觉得这只马和它之前赢 大体上的分别不大 所以我觉得 我自己又不是很肯定 觉得它下了 所以我继续给三只手指 其次就 说真的 你说七号八号那些马 上次真的是 谷草二班都还在跑 其实世界完全不同 这一场是国际二级赛 你全城可能都等下三班跑那些马 那这一场的级赛 就远远追不上那些 前面小级赛那些马 所以我想这一场应该 爆得出样的乘数 就不大 或者翌日有机会可以进军 国际二级赛 这场国际三级赛 顶住先 那这一组马 那只八千丝 我想是一只火速上升的马 但是其实我觉得 我看到它有点不同了一面 就是我们先别论它赢还是输 你可以看回它今次几货粗 它是有些转了人粗的时候 那只马用脚 不用一尾捉到很短 顶到很行 是很顺的那只马会 那接着你看到最后那一货 出来再跳的时候 原来它又可以有那种 很澎湃的那种朝气 因为说真的 如果你说到朝气 没错 好眼光一直直杀上去赢 其实好眼光也好 你看这脚 它没有那只八千丝 如果大家一爆的时候 那么厉害 八千丝就太行 有时候会 但是好眼光是很斩瓜切菜 很轻松的 其实两种完全不同形态的马 那你再数着和那些 有些中上年纪 又或者中年纪 已经用得不少的马 这样去对撼的时候 你会选年 还是选一些中上年纪 已经用得几多的马 那你这个可以判断一下 当然赔率方面 你都要衡量一下 看看三热点 五热点 打从心底里 你喜欢五多点的 看看到时候怎么样 第八场赛事都简单研究过 休息一会